脖子、叶窝长着两个东西,提示你可能得了糖尿病,赶紧对照看,随住年岁的增长,张阿姨发现脖子和叶下开始出现一些小小的肉粒,起初以为是普通的老年痣,没放在心上,但是这些小肉粒越来越多,颜色也逐渐加深。 一天,社区的健康讲座上,医生提到这可能是糖尿病的征兆,这让他感到非常意外,张阿姨这才意识到,皮肤的这些变化可能隐藏着健康的警报,一、皮肤变化与糖尿病的联系,皮肤作为人体最大的器官,不仅仅是身体的外在包装,更多的时候它像是一面镜子,映射出身体内部的健康状况, 糖尿病作为一种内分泌疾病,其初期往往不易被察觉,但皮肤的某些变化却可能是窥见这一病症的窗口,糖尿病患者常会出现各种皮肤问题,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干燥、臊氧、色素审重,以及特定的皮肤病变,这些变化多由于高血糖状态下,皮肤细胞受损,以及血液循环不佳造成的,因此, 了解这些皮肤病变,不仅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及时发现并调整治疗方案,对于尚未诊断出糖尿病的人来说,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检查信号, 二、皮肤的识别与意义,在许多情况下,脖子、眼颜、腋下等身体部位出现的小肉粒,或称皮肤,医学上称为软锤油或软纤维硫,常常与糖尿病有关,这些小流体一般呈现肉色或较深色,大小在一到十毫米之间,质地柔软,表面略突出或悬挂, 皮坠的形成与体内的糖代谢受损有直接关系,在糖尿病或是前期糖尿病患者中,由于胰岛素抵抗或是胰岛素分泌不足,体内的糖分不能有效转化为能量, 二、长期的高血糖状态刺激皮肤的生长因子,促使皮坠的发生,因此,这些看似无害的小肉粒,实际上可能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的糖尿病预警信号,尤其是对于已经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群,更应当对此类皮肤变化保持警觉。 三、黑脊皮病的标志 黑脊皮病医学上称为黑脊皮症,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皮肤病变,尤其在糖尿病患者中出现的频率较高,这种病状通常表现为皮肤的特定区域如脖子,夜窝变得异常粗糙,厚实,并出现黑色或深棕色的色素审注,这些症状的出现通常与胰岛素抵抗有关,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发展的早期标志之一, 黑脊皮症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皮肤问题,它的存在常常指示住患者的胰岛素受体活性降低,这直接影响到胰岛素将血糖转化为能量的能力。 研究表明,黑脊皮症的出现往往预示着血糖管理的必要性,对糖尿病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当出现这种皮肤病变时,即使血糖水平尚未达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也应引起高度警觉。 4. 自我检查与医学诊断 中老年人了解如何自我检查皮肤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自我检查的过程包括定期观察皮肤的颜色、质地变化,特别是那些经常被忽视的部位,如脖子、腋下等。 当发现这些部位的皮肤出现异常粗糙,颜色加深或者出现小肉粒时,应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在医学诊断方面,医生通常会通过详细的病史询问,结合皮肤的外观变化进行初步评估。 为了确认是否为糖尿病,医生可能会建议进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ALT或者长期血糖监测,以准确判断患者的血糖控制情况和胰岛素抵抗程度。 此外,医生还可能建议进行皮肤活检等检查,以排除其他可能导致类似症状的疾病。 通过这些详细的自我检查和医学诊断手段,即使是微妙的症状也不会被忽视。 从而大大增加了早期发现并控制糖尿病的可能性。 这对于像张阿姨这样的潜在糖尿病高风险人群尤为重要,因为及时的干预可以显著减少糖尿病的长期并发症,改善生活质量。 张阿姨在接受了一系列的检查之后,确诊为二型糖尿病,虽然初步诊断带来了些许忧虑,但她也意识到通过及时的发现和干预, 她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健康。 她的经历激励她成为社区健康教育的倡导者,帮助更多像她一样的中老年人认识到早期诊断和治疗的重要性。 五,生活方式的调整与病情管理。 在糖尿病的管理中,生活方式的调整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医生通常会建议患者进行饮食调整,增加体力活动以及定期监测血糖水平。 针对张阿姨这样的患者,医生特别推荐富含纤维的低糖饮食和适量的有氧运动,如快步走和游泳,以帮助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和控制体重。 此外,心理健康同样不容忽视,糖尿病的诊断和长期管理可能给患者带来心理压力。 因此,建议患者参与支持小组或心理咨询,以提高应对疾病的心理韧性。 社区中的支持小组和活动可以为患者提供交流经验的平台,同时减轻心理负担,增强对抗病痛的信心。 六,医疗干预和未来的治疗方向。 医疗干预是糖尿病管理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随着医学研究的不断进步。 治疗糖尿病的方法也在不断革新。 当前,除了传统的口服药物和胰岛素注射之外,还包括了一些新型药物,如构皮受体机动剂。 这些药物能够在控制血糖的同时,帮助患者管理体重并减少心血管事件的风险。 科技的进步也为糖尿病患者带来了新的监测和治疗工具。 例如,连续血糖监测系统科技和胰岛素泵已经成为帮助患者更精准的管理病情的重要工具。 未来的治疗方法可能会更加个性化和自动化,包括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和干细胞疗法,为糖尿病患者提供根治的可能。 皮肤的微妙变化往往不仅仅是表皮问题,而可能是更深层次健康问题的警示。 通过提早识别这些征兆,采取适当的生活方式调整和医疗措施。 糖尿病患者可以有效地管理自己的健康状况,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随住科技的进步和医疗手段的革新,未来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将更加有效和精准。 社区和医疗机构应当继续加强对糖尿病的宣传和预防工作,提高公众对于糖尿病的认识和重视程度。